我们看到馆长再度开直播开炮大骂韩国瑜 那原来是日前他在开直播的时候 那向国人以及高雄人道歉 说他当时挺韩国瑜挺错了 还说这是他人生最大的屈辱 没想到消息传出之后 他竟然回答媒体 不晓得馆长到底在气什么 让馆长相当的生气再度开直播开炮 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这几天各大频道 差不多30个鸭皮给你看 差不多30个 我在XX韩国瑜的 你今天出新闻 你说你不知道 你真的不知道你做什么事 我感觉这有点含 你是在说笑话 你是在说笑话吗 我们鸭皮已经连双一周 连谢龙界都知道 我都出新闻说 他竟然不知道 他到底做什么事 你当然也说不知道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谁说 不知道我现在说你听了 因为你没说信用 没说信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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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还在打XXX 我还在打XXXX 听到有没有 那馆长表示 韩国瑜明明就知道 他到底在气什么 就是在气他不守信用 当初也承诺他和高雄市民 说高雄市长会做好做满 可没有想到现在满脑子都在选总统 如今却是这样的回复 让馆长相当的失望 大叹当初真的是挺错人的 他本身的回事 他本身的回事 我跟他打XXXX